刚才呢,刷到这样一个视频,视频里的这个宝宝呢,就是喉咙被一屋卡住了,然后再带着她的是家里的老人,她瞬间就懵了,不知道怎么去做了,后来是孩子的妈妈用海姆立刻急救法救了这个宝宝,当妈了之后啊,真的是看不了这样的视频,真的是觉得太揪心了,所以我们作为家长,一定要学会海姆立刻急救法,尤其是家里老人在帮着我们带孩子的,一定一定要教会他们。 下面我就带着我闺女给大家演示一下,海姆立刻急救法是怎么操作的,第一种方法,我们这只手放在宝宝的两肩甲骨中间,就这个位置,这只手顶住宝宝的腹部,来宝宝往前,这只手扣着拍,就这样拍五下,如果没出来的话,我们就换第二种方法,第二种方法还是让宝宝的身体前倾,宝宝前倾,然后这个腿顶住宝宝,这个手呈现这个状态,放在宝宝肚脐两指以上的, 位置,然后这个手握拳头,压在这个手指上,这个手抽出来,握住这个拳头,然后往上顶,直到宝宝卡住喉咙的异物出来就可以了。 我们往上顶的时候一定要迅速的用力向上冲击,然后用力的方向是在宝宝脖子的这个方向,这个方法操作起来其实是特别简单的,我们作为家长一定一定要学会,关键时刻啊,是能救孩子一命的。